繼續要來關心在疫情當前 美國現在疫情有多嚴重呢 確診人數已經來到152萬人 死亡人數也標迫9.5萬人 那川普他說 其實他現在為了預防得病 所以他都有吃奎尼 奎尼實際上是用來治療 瘧疾的一種藥物 但是因為並沒有很多的臨床實證 所以到底對人體是異處大於壞處 還是壞處大於異處呢 到現在還不得而知 但是基本上有很多的學者 都已經提出來了 說你如果吃太多 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副作用 心率不整啦或者是猝死 好可是呢他還是繼續吃 那甚至呢還有提到 他說你看我們現在確診人數 有152萬人 是因為檢測很多 所以當然病例數就多 我們應該視之為榮耀勳章 誰會把得病當成一種榮耀呢 所以川普的邏輯 真的是不同於一般人 好那剛剛有提到他都吃奎尼嘛 那副總統其實就沒有這樣做喔 他被問到的時候 他說醫生沒有建議我吃啊 所以我就沒有吃奎尼了 也算是給川普吃奎尼這件事情 一個台階下 不過呢有人倒是非常贊同 川普的想法喔 就是這一位巴西總統 他呢就一直要求說 應該把奎尼列為一個用藥指引 那先前巴西的前幾任衛生部長都不同意嘛 好所以前面有兩任已經被拔關了 那現在最近的這一位衛生部長就有答應巴西總統說 要把奎尼列入用藥指引 好現在他還有保住他的官位 那再來我們看到說到了這個防疫 世界衛生組織因為沒有邀請台灣去參與世衛大會 那先前其實就有蠻多的國家是有幫助台灣去暫下的 那你看川普實際上呢他就有要求說 社會大會必須在30天內趕快修正趕快改善 否則呢美國就不會再贊助資金了 而且不排除還要退出會員喔 那針對這一點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他並沒有正式的回應 只有說我們世衛還是會持續領導全球來面對疫情 倒是中國的發言人說 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費是早就講好的啊 也不是你一國說了算 所以美國必須還是要繳會費 那我們來看看 社會大會本週登場嘛 可是台灣沒有禍邀 可是我們就來看看啊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呢 他就在他的推特上發了一個台灣的圖片 那這個圖片呢實際上是一個口罩喔 上面有國旗就要力挺台灣 好但是我們看看中國的官媒可不這樣想喔 央視就說這是國際間對於台獨的態度 所以台灣才沒有辦法禍邀 那人民日報也說 就是因為民進黨不停的破壞抗議合作 所以你不能參加世衛大會能怪誰呢 好這個態度跟立場是完全不同的 那緊接著要來關注的是 川普先前非常注重的就是 這個美中貿易協議簽的 到底對於美國這個利益多不多 好所以也簽署了 可是呢他今天坦言 他說美中協議現在看起來啊 似乎已經不如三個月前重要了 因為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然後中國不斷的隱匿疫情 他對中國真的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接下來他會不會去打擊那些在美國上市 但是不安分涉嫌詐欺的中企呢 好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瑞信咖啡喔 欸這個信有點打錯了喔 瑞信咖啡因為先前造假 那這個做假帳的部分讓他們股價大跌八成 所以呢美國先前這個納斯達克就有宣布他們暫停交易 然後要求他們摘牌 可是呢因為瑞信咖啡他們有要求讓禚聽證會 所以現在整個大逆轉了 20號在美國又可以重新的覆牌 欸可是呢有人可能會 破上瑞信咖啡的後程喔 就是這一個 就是中國的一個線上 教學平台 那這個平台叫跟誰學 可是呢現在也被爆料喔 說原來他們有八成的營收 都是灌水的 那同樣消息一出股價又跌了 所以說他接下來的下場 会不会也是面临要摘牌呢 这个大家在关注 那我们就来看看 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企 一共有156家 这市值是高达1.2兆美金的 不过呢 因为财务诈欺案频传 所以现在川普也要求说 这联邦基金不准再投资 必须要抽银根